大家好 欢迎来到财富素养教育第二课堂 从入门到进阶 完赚ETF基金 我是国泰基金的基金经理黄岳 下面就由我来为大家进行讲解 今天的内容是第五讲 ETF适合哪些投资者 说到ETF适合哪些投资者 这个时候我们要从两个维度来介绍这样的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的投资者 他到底偏好哪一类的投资品种 第二是我们的ETF对于这些投资品种来说 具体有哪些特殊的这种优势 那么首先ETF应该说主要具有以下的几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ETF的费用相对来说比较低廉 那么作为我们的投资者来说 显然他能够被称为投资者 那么他自然有他自己的投资需求 那么他的投资需求如果是权益类的资产 比如说我们的股票 那么他可以用我们的股票ETF来进行股票的一个替代 那么如果我们的投资者呢 他的投资目标是固定的收益 那么他可能有债券或者说是这个货币类的资产 这样的一个配置需求 那么对于这样的投资者呢 我们也可以用债券ETF或货币ETF 对相应的资产进行替代 此外呢我们的这个投资者呢 可能还有大类资产配置的一个需求 那么对于这种投资者呢 他可能更多的关注的是 我们投资品种的丰富程度 能否满足他的大类资产配置的 这样的一种需要和需求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ETF由于他的种类丰富 也能够满足这种投资者 他整体的一个配置需求 那么从ETF的优点的角度来说呢 首先呢ETF的费用相对来说比较低廉 那么具体来说呢 和目前我们的这个投资对象 他主要的投资标的股票 以及股票基金相比 那么和股票相比来说呢 首先ETF它在交易的过程中呢 是不需要支付印花税的 而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股票呢 在卖出的时候 卖出的一方呢 要承担千分之一的一个印花税 那么我们股票交易的手续费 除了我们证券公司所收取的手续费 以及证管费 以及其他的这种过户费 这种费用之外呢 其实它主要的成本就是我们的这个 卖方承担的一个千分之一的一个印花税 应该说在交易成本里面的占比是比较高的 而我们的ETF呢 由于它没有印花税 因此从交易的角度来说呢 其实它的成本是比较低廉的 第二呢 ETF还有种类比较丰富 这样的一个特点 因为很多投资者呢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在我们的证券账户里面 通过ETF这样的一个标的 能够直接去进行美股资产 进行商品资产 比如说我们有黄金基金ETF 可以进行黄金的配置 还可以进行债券类 比如货币类 资产的这样的一种配置 应该说我们整个ETF 能够极大的丰富 我们投资者的这种投资标的 这是由于ETF本身 它的所跟踪的这个指数 以及它的产品的这种多样化 所造成的一个优势和它的一个特点 此外呢 ETF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的交易手段是比较灵活的 首先呢 和这个股票相比 我们流动性比较好 规模比较大的ETF呢 也会被纳入融资融券标的 那么也可以进行融资的买入 以及融券的卖出 那么所谓融券的卖出呢 有点类似于我们所 通常理解上的这种 做空的这种交易 那么具体来说呢 就是我们先融券 融到一个证券 然后呢 先把它卖掉 那么在整个这个证券下跌的过程中呢 享受它的收益 那么在它下跌到一定位置之后呢 我们再把它买入 再去还券这样的一个操作 此外呢 融资呢 就是相对于我们 借入资金 然后去买入股票 或者ETF 有点类似于我们 加上杆的这样一个操作 那么股票的这种融资融券的交易呢 ETF绝大多数 流动性规模比较大的 也是可以做的 那么这是它相比我们的股票型基金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优势 那么此外呢 ETF呢 除了可以像股票一样在二级市场进行买入和卖出之外呢 ETF呢 还可以进行申购和赎回 那么具体申购的时候 比如我们的上证50ETF 那么就是用它的标的的这50只股票 买入这50只股票 然后申购 换成这个上证50ETF 那么换成上证50ETF之后呢 其实是T加零当天时时就可以卖出的 那么由于这种申购卖出的这种变相的这种操作呢 是能够实现这种变相的这种T加零的这样的一种操作的 应该说这是ETF相比股票的一种更为灵活的一种操作手段 除此以外呢 应该说 ETF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优势 那么就是本身ETF是一种分散化的一个投资标的 那么我买入一个ETF呢 比如说我刚才举的这个上证50ETF的例子 那么我其实等于我直接买入了50只股票 那么相比我买入单一的个股呢 一方面是解决了我选股的问题 另外一方面呢 其实是尽可能的分散了我的风险 因为其实从2015年以来呢 大家发现目前A股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个股 可能会出现踩雷的情况 包括在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的时候 由于阶段性的一些事件性的一些冲击 也给一些传统的一些蓝筹股白马股 甚至一些它的经营层面基本面没有太大的问题的股票 产生了比较大的一些阶段性的一些冲击 那么对于面临这种情况呢 如果采用ETF这种分散化的配置 应该说就能够有效的避免或者说是减轻这种事件性冲击 所引发的这种负面的这样的一个影响 这是ETF的一些主要的优势 由于它的主要优势呢 因此呢 相比于我们ETF所跟踪的标的 比如说它的股票 比如说它的债券 比如说海外的股票 其实有致于或者是有需求配置股票债券 现金类产品或者黄金的这些资产的这些标的投资者呢 其实都可以用ETF来进行替代 使用ETF进行替代呢 能够享受到费用低廉 种类丰富 交易手段灵活 分散化投资等等这些方面的一些优势 此外呢 ETF本身呢 就是大类资产配置的一个重要工具 这主要是由于第一 ETF的费用比较低廉 那么相比呢 这个主动管理型的一些基金 或者其他的一些基金产品 它的管理费率呢 大概是年化千分之五左右 应该说是显著的低于我们的一些 主动管理的一些基金的这种管理费率的 此外呢 ETF的交易相对来说比较灵活 流动性呢 相对来说也比较好 因为它有做事商和套利机制存在 所以呢 它的这个流动性呢 相比个股来说呢 当然这个不能一概而论 因为个股也有很多流动性比较好的股票 但是客观来讲呢 由于它的做事商机制和套利机制 ETF的流动性相对来说是比较 应该说是比较充裕的 此外呢 ETF它的种类比较丰富 目前呢 我们A股除了有股票型的ETF 而且股票型的里边呢 也分为我们的宽机指数 比如我们的商量宗值ETF 50ETF 300ETF 500ETF 创业板ETF 还有我们众多的这种行业的ETF 比如我们的证券ETF 军工ETF 生物医药ETF 芯片ETF 通信ETF 计算机ETF 等等 能够尽可能的满足我们投资者 对于多类行业主题配置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此外呢 还有这个债券类的ETF 比如我们的国债ETF 十年国债ETF 那么还有信用债的ETF 还有这种货币类的ETF 那么货币类的ETF呢 比如说我们的花宝天翼 比如说我们的银花日丽 都是可以在厂内进行T加零交易的货币ETF 此外还有这个跨境 对吧 跨境比如我们的纳指ETF 标普500 比如德国30 包括日本的ETF 那么此外呢 还有这个商品类的ETF 比如我们的黄金ETF 那么在这几个大类的ETF里面呢 债券除了股票之外的 债券型 黄金 包括跨境 包括货币 这四类ETF呢 都是可以进行T加零交易的 都是可以进行T加零交易的 应该说交易手段是比较丰富的 基于以上的原因呢 因此其实 应该说ETF已经具备了 进行大类资产配置的 主要的一些这种功能性 包括它的低费率 交易的灵活性 以及它种类的这种丰富性 那么所谓的这种大类资产配置呢 其实它主要的一个思路呢 就是去配置尽可能多的这种 低相关性的一些资产 低相关性的一些资产 因为根据我们金融学的理论呢 其实我们在投资的时候呢 不光要考虑我们的收益 对哦 我今天一个涨停板 或者说我一年挣了50% 觉得很开心 但是我第二天呢 有可能就是一个跌停板 或者说呢 我第二年呢 有可能就是负30% 这样的一个投资收益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一方面要关注它的收益 另外一方面呢 要关注它的风险 那么在金融学的定义里边呢 其实对于投资风险 它主要的评估方式就是用我们回报的一种波动性 也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 这种大起大落的这种投资回报呢 其实应该说就是风险比较高 或者说波动率比较高的 这样的一种投资方式 因此我们在衡量投资收益的时候呢 其实更多的我们要用风险 要用我们的收益去处以风险 或者说我们承担一个单位风险 所能够产生多少的收益 这种方式来进行评估 而大类资产配置策略呢 其实它更多的是通过不同的相关性 尤其是一些负相关性的资产 比如说黄金 那么黄金呢 由于它的这种避险的属性 所以呢导致在很多我们的股票资产 在出现回撤 大幅下跌的时候 我们黄金的资产反而是在上涨 那么这种负相关性的资产呢 应该说是非常适合 大类资产配置的一些资产组合 那么我通过我的主流的一些权益资产 在产生回撤的时候 我其他的一些资产 反而能够提供负相的一个 为正的一个收益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整个每天的这种资产组合的波动率 就尽可能的减小了 这个就是整个大类资产配置 策略的一个内涵 也就是说我通过更多的 相对来说 负相关或者低相关性资产的 这种组合性的配置 来尽可能的降低我的投资风险 当然我的投资收益 有可能也能够降 也会得到这个下降 但是呢 我用我的收益出益风险 这样的一个性价比的指标来衡量 其实整体来说 应该说还是核算的 还是有利的 那么ETF呢 本身呢 由于这些特性呢 它是非常适合用来做大类资产配置 此外呢 ETF呢 既适合机构投资者 又适合个人投资者 那么从目前我们国内ETF的现状来看呢 应该说机构投资者 仍然是我们ETF持有人中的这个多数 多数还是以机构投资者为主 那么具体到我们的这个宽基ETF 比如上证宗制ETF 50300 这些以市值来划分的 包含所有行业的这种ETF呢 对于这一类的宽基ETF 我们的机构持有人的比例呢 应该说是占绝对多数的 而对于我们的行业ETF 有点更类似于我们个股的行业ETF 比如证券ETF 军工ETF 芯片ETF 比如说我们的生物医药ETF 这些行业ETF呢 应该说我们个人投资者的占比 相对来说会稍微高一些 行业主题呢 这个可能也是因为我们的个人投资者呢 普遍比较喜欢交易 那么对于我们的机构投资者来说呢 其实他们配置ETF 主要是实现他们的几个需求 一个需求呢 就是很多的机构 比如说险资 比如说这个银行资管 他们本身呢 可能资金的期限 尤其是险资 他本身的这种资金期限 包括我们的社保基金 他们本身的这种资金期限的时间很长 所以呢 他们不太会在意短期资产的一个波动 他们更多的是希望能够稳健的获取一个 长期的一个回报 所以我刚才提到的大类资产配置呢 这种策略呢 其实在这种机构投资者的身上呢 是能够得到这种广泛的应用的 因此呢 他们更倾向于通过ETF这种费用低廉 种类丰富 并且流动性相对来说 能够满足他们需要的资产标的来进行配置 同时呢 也能够节约他们本身的自身的这种 投研的力量 因为我如果要做股票配置的话 像我们公募基金 其实都要配置非常庞大的这种投研的这种团队 那么这是机构投资者 一类机构投资者 那么还有一类机构投资者呢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比较活跃的资金 比如私募基金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公募基金的一些专户 那么比如我们证券公司的一些资管产品 那么这些呢 我们本身有负债端的一些募集资金的一些压力 而且呢我们的持有期呢可能也没有那么长 每年呢可能都有这个业绩考核的压力 但是呢我们本身呢 可能一方面也有大类资产配置的需求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由于我们自身投研的力量 或者说是我们自身的这种专业度偏好度的这种需求的不同 那比如说我可能我这个基金的经理主要就是做消费类的股票 或者说我主要做周期股 那我对个别的行业可能就没有足够的覆盖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些机构投资者呢 也有意愿通过这个一些行业类主题类的一些ETF 比如说军工 有很多这个投资者 由于军工这个行业已经有很多年呈现不景气的一个状态 所以很多机构投资者可能对这方面的覆盖力度 或者研究力度已经不够了 但是当出现行情的时候 它可能就会通过ETF这样的形式 直接去进行一个配置 因为ETF本身能够起到建仓快 然后呢费用低 相对来说流动性满足需求 这样的一个主要的一些特点 所以呢不论是配置型的机构 还是相对来说偏交易型 或者说它的换手率更高的一些机构投资者 或者说是去做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掏利交易 比如说是做对冲交易的一些机构投资者 应该说ETF都能够不同程度的满足他们的一些需求 此外呢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呢 ETF同样也能够满足个人投资者的需求 那么不论是配置型的 还是交易型的这种个人投资者 尤其是对于很多偏好于交易的个人投资者来说 ETF呢一方面它的买入卖出的方式 其实和股票是非常类似的 都是以这个份额为最小单位 像股票一样一手一手的去买入和卖出 那么其实股票的交易者呢 切换到ETF来进行投资交易呢 应该说是没有很大的这种操作习惯上的这种差异的 同时呢ETF由于它不需要缴拿印花税 所以应该说它本身又具有交易成本上比较大的一个优势 此外呢对于机构来说呢 它们有一些机构也会进行这个ETF的申购赎回 因为ETF的申购赎回呢 它有最小申购赎回单位这样的一个门槛的一个限制 一般都是几十万甚至到几百万这样的一个门槛 那么可能是以机构投资者参与居多 当然我们个人投资者如果能够达到这个门槛 并且有申购赎回的需求的话 那么也可以进行申购赎回的这样的一种操作 此外呢就是我刚才介绍的ETF应该说 它既适合我们的配置型的投资者 因为本身它有流动性方面的一些保障 它有种类丰富这样的一个特点 此外它还有这个分散化配置 这样的一种内在的一个逻辑 指数化投资所带来的一个内在化的一个逻辑 另外呢它还有费用低廉的这样的一个优势 应该说是能够适合或者说胜任 我们配置型交易者的一些基本的一些需求 此外呢对于这个交易型的投资者来说呢 一方面呢ETF它的操作习惯呢 其实和平时的这个大家更熟悉的股票 它的操作习惯上应该说是完全一致的 此外呢ETF的门槛又比较低 那么ETF呢一般都是以一手为一个最小的单位来进行买入 那么买入的话呢 由于ETF的净值呢一般都是成立的时候都是一块钱 那么未来它净值增长可能最多也就是三块钱五块钱 因此呢一手一个最小交易单位呢 可能大概就是一百元到三五百元这样的一个最低门槛 那么相对目前整个A股呢 其实还是有不少高价股的 那么一手高价股的话 它整个参与门槛相对来说就会大一点 而通过ETF呢一方面它的门槛比较低 另外一方面呢它的交易费率上呢 没有印花税这样的一个 这样一个费用上主要的一个成本项 此外呢它本身还有一些灵活的一些交易机制 比如说融资融券 比如说申购卖出这样变相T加零 或者说本身债券 货币 跨境 黄金 本身这几类ETF自身本身就可以做T加零的交易 因此呢也比较适合我们的 或者说能够满足我们交易型投资者的一些需求 并且具有相应的一些优势 那这个就是我今天介绍的主要内容 ETF适合哪些投资者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